清末道光年间 朝廷腐败 立志昏暗 衙门官官相护 只是迎前不讲道理 百姓威贱度日 如出狗般困苦狗活 江苏披州梨树沟有户人家 丈夫姓温 相貌伟岸俊朗 性格温厚纯良 是个博学多彩的清贫秀才 而妻子则归名裴嫣 生得精致俏美 贤淑端庄 是这十里八乡文明的娇娘美人 小两口新婚未酒 正是你浓我浓之时 夫妻间的感情极好 但美中不足的是 温秀才为了谋生需要 不能长久居于家中 时常便要到百里之外的镇上 交书虎口 这日清晨 温秀才再次与妻作别 只留一名老玉照顾家中 只身启程赶去镇上交书 裴嫣纵然千般不舍 又有万般无奈 只能孤作床前默然垂泪 离别之商正浓时 门外却传来了叩门声 裴嫣平稳心神 擦净泪水 起身开了屋门 眼前之人 却是出乎意料的一位访客 温家对过住个寡妇 二十余岁年纪 闺名换作江丝柳 江丝柳生的皮囊美艳 性情风流浪荡 一对桃花眼极会勾人 在这梨树沟中名声几坏 几年之前 她就死了丈夫 独一人寡居在家 枕头边却从不缺男人 裴嫣出嫁温家 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进 又岂会识得这个的风流艳妇 而江丝柳则是个见面熟 刚一进门便媚眼含笑 热情的拉住裴娘子手 亲热的与其唠几家常 裴嫣与夫分离 心头正是无限愁苦 托逢这亲热剑谈的美艳妇人 几番东拉西扯下 心情静变的畅快不少 就这样 两女虽出次谋面 却是交谈甚欢 他们天南海北 刺绣女红 唠着唠着以时静悟后 江丝柳起身告辞 出门时内笑邀约 请裴嫣明日家中做客 裴嫣性情温善 尽管颇有友谊 但还是难以拒绝 略一思量便应了下来 不料 由此却莫名引来一场滔天大火 一日 裴嫣刚吃过早饭 便如约扣开了大门 江丝柳娇笑着迎出 将人引入龟中落座 待裴嫣将将坐定 江丝柳便拿出一叠绣金 放在岸上共同赏万 裴嫣素爱女红绣公 又见眼前绣金华美艳丽 技法更是精湛巧妙 便伸手拿过想要习惯 可就在此时 江丝柳却又突然起身 罗布便要朝门外行去 主人家似要出门 裴嫣顿感有些不妥 急忙出言问道 姐姐 这是要去哪里 江丝柳文言扭头妹笑 口中含糊地应道 妹妹稍作 那几幅最美的绣金 还落在东巷子里家 先去取回与你供赏 不待裴嫣再问 江丝柳慌忙体群 快步走出了大门 裴嫣见此 心生难免犹疑 但其性子单纯良善 主人家不在又怎肯私自善离 裴嫣独留江家 实感浑身别扭 却还是硬起头皮 心不在焉的低头 看起了手中的绣金 这一看可不得了 第一幅绣金 绣得鱼虫花鸟 手艺纯属巧妙 虽是精美大方 可还是寻常之物 但另几幅绣金不同 只把裴娘子看得心惊耳赤 老恨之急 差点张口骂出声来 原来 上面皆是男女和欢的恶心场面 裴嫣越想越起 心中暗存 好你个江丝柳 当我是什么人了 他不愿再吃手礼仪 随手扔了绣金 起身就欲离去 却不料 门外突然传来脚步声 接着 门帘被人轻飘挑起 一个二十余岁的精壮男子 突然就闯进门来 裴嫣见状心生惶恐 急忙出声问道 你 你是什么人 男子文言却一脸色相 举止更是极起轻飘 不怀好意的胡言道 小娘子莫走 真是想杀我了 裴嫣见状心之不妙 顿时颤生绝望道 青天白日 你 你想做什么 男子厚颜无耻 静直言坦诚道 我叫宋富安 前日盘缓此处 恰逢小娘子出门 一面之缘静你清心 再不思水你茶饭 这才托那拼头江丝柳 务必成全你我的好事 说吧 宋富安再不肯多言 恶狠狠扑向裴嫣 一边自义地争笑 一边撕扯起衣裙 毫不嚣张快活 裴嫣性子柔弱 虎狼当前又怎肯待在 于是裴嫣趁宋富安得意不备 冷不定咬向歹人手指 企图趁势逃出门去 莫得一阵剧痛传来 把个宋富安疼的面目扭曲 妾欲偷香惯了 几时又吃过如此大亏 宋富安心头暴怒 再不顾及纸上伤痛 猛的飞身跃起 凌轰撞向正带逃走的裴嫣 裴嫣女子身弱 又怎能受住如此冲击 只听到扑通一声 这苦命的女子已然倒地 洁白额头碰到了桌角 烟红的鲜血历史渗出 竟就这样彻底昏死过去 苏醒之时 宋富安早已离去 裴嫣不着寸驴 自知再不是清白之躯 木然地穿好衣衫 羞耻和绝望涌上心头 裴娘子终于哭了出来 归家之后 裴嫣始终浑浑噩噩 她紧闭门窗 将自己毒昏床榻 不言不倾 不饮不识 憔悴的像是生了场重病 直到两日后 家中老玉才发现了一桩 忍不住相问 少夫人 到底发生何事 怎会这般模样 裴嫣心如死灰 文言欺然道 我私存着 就这么死了 神不知鬼不觉 倒也干净了 老玉文言暗惊 似乎已意识到什么 她见裴嫣意志消沉 不敢再继续出言声问 只好连夜赶去十里屯 向裴嫣娘家通风报信 裴嫣的父亲叫裴贤义 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宋师 这位老爷子沉稳多谋 为人好打抱不平 为贫穷百姓出头 无论打官司 写状纸 甚至出谋划策 经常是分文不收 老玉深夜进门 裴嫣意见其神色慌张 心知必是出了大事 于是 他连忙问道 出了什么回事 老玉不知如何作答 只是焦急跺脚 连忙说道 裴老爷 快 快跟我去离树沟 见到女儿时 裴嫣意疼得心头乱缠 简直像是被扯心肝 裴嫣自小俏力可人 此时却向生了大病 双目紧闭 神情违靡 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裴嫣意万分焦急 面上却不露半点惊慌 他稳住了心神 靠近女儿床边 轻声细问 岂因有缘故 裴嫣见到裴嫣意 心头愤恨变得更甚 他一头扑进父亲怀里 终于嚎啕痛哭道 父亲 我 我不想活了 裴嫣意心思细明 眼见女儿哭得悲凉 心中早有了名物 女婿不在家中 只有如花似玉的这个女儿 独守归房 除非是受了歹人侮辱 要不好端端的怎会不想活了 想到此处 裴嫣意语重心肠对裴嫣说 女儿啊 就是天大的委屈也要挺住 否则不得受歹人耻笑 裴嫣心头不惊一动 知道父亲此言极有道理 自己就这样不吃不喝 若是果真死了 岂不便宜了作孽之人 于是裴嫣强压屈辱泪水 稳定了心神 才将将司柳设下圈套 宋富安回几清白 详细向父亲述说了一遍 听完事情的来龙去脉 裴嫣意背弃的浑身发抖 可老宋师打了一辈子官司 出过无数个精妙主义 世道临头却忽然泛起了难 作为一个宋师 裴嫣意深知官府的腐败 这样的事就算告到官府 作孽的歹人也无性命之威 而最重要的是 事情若因此宣扬出去 女儿再也没脸做人 清白和名声算是会了 这对一个女子来说 简直彼死更可怕残忍 根本就是无法承受的沉重打击 接连几日 裴嫣意耗尽心神 不眠不休之下 终于想出了主意 她深吸一口气 静坐在书案之前 待到心神稳定 这才斩纸提笔 写下一张字条 再点好放于女儿枕边 然后才轻声说道 女儿啊 你不但要活下去 还要舒坦地活 事已至此 再哭泣也无用 下一步如何去做 我已写到纸上 你冷静时再看 假如你认可如此行事 便将身体僵养好 到时我让你两个哥哥来帮你 说完 裴嫣意再不停留 孤身离开了女儿家 裴嫣意走后 裴嫣强大精神 展开字条细毒 片刻后 那张苍白脸上 终于恢复了些许温婉 只是在口唇旁边 不易察觉 竟多出一抹冷笑 经历了屈辱和生死 裴嫣的心境彻底改变 她将字条收拾妥当 换来家中老玉备好饭食 久违的饥饿感 终于涌上了心头 裴嫣表情木然 一边咀嚼着饭食 一边心中暗自发誓 这对恶心的男女 我定要你们不得好死 一日的傍晚 裴嫣精心打扮了一番 便再次扣开了对面的大门 江思柳一改亲热和剑谈 低头顺目 忐忑不言 厌美之急的那张脸上 只剩下怯生生的表情 裴嫣强压心头厌恨 率先开口称怪道 哎呀 姐姐做的好事 真是羞死个人 江思柳闻言心头略松 连忙洋装怯然道 宋富安这小子 下手真是太狠 妹妹受委屈了 裴嫣接道 姐姐快别说了 我现在倒是想开了 那事儿道也没所谓 只是宋富安钟情于我 我又怎能没有条件 要破费些钱财才是 这才不枉于我好了一回 江思柳深知自行不义 本认为必会落下埋怨 毕竟左邻右舍住着 这寡妇虽不是良善女子 心中多少还有些怯然 而经裴嫣一说 江思柳那颗紧绷的心 财算彻底松了下来 继而眼珠一转 满口答应妹妹放心 此事包在姐姐身上 别的本事 我没有这牵线搭桥的事吗 哎 其实男女之间也就那么回事 人在世上走了一遭 自由快活才是真格 裴嫣文言心中冷笑 嘴上却说 烦情姐姐跟阿宋富安说 明日晚间我会留门 可谓防别人口舌 夜深人静时才能进来 今天已不早了 我就不打扰姐姐了 江思柳心头暗喜 调笑说道 好 那可不心反悔啊 要不宋富安那小子还不得冤我 说我霸着他不肯松手 当江思柳将消息带来时 宋富安起初死活不行 直到听说须舍些银钱时 心头才算豁然开朗 于是 这小子历时背下银子 在心似火了的赶到市集 置办下一份礼物 这才哼着曲返回江家 一边下作的与拼头调情 一边度日如年的等着太阳落山 月儿刚上柳梢 宋富安便按不住欲火 不顾江思柳的纠缠满流 其后后走出了大门 他趁着月色 捏手捏脚来到裴烟门口 先环顾了四周 静逆无人 便伸手推开了房门 宋富安把腿进屋 四方有些昏暗 心念裴娘子还是害羞 终不肯开灯见人 他转身拴住门 便抬腿挪布 打算摸举床边 和美人成这一夜好事 起料 昏暗中却突然传出女声 把个宋富安吓得头皮发炸 你来了 宋富安浪荡好色 心中虽有惶恐 却不肯到此退缩 懦懦道 小娘子 当真吓死我了 快长了灯 说吧 他便收了脚步 只在原地徘徊静等 再不敢上前一步 然而这小子等来的 却不是灯竹明媚和美人交相 而是两名手持棍棒 满脸怒容的标性大汉 宋富安心道不好 匆忙转身就要逃去 不料 这两名大汉守住带兔 早已坐下万全之备 只见一名大汉举步向前 手中棍棒立马守住房门 另一人则不发半点声音 直接扑向正咬逃寸的歹人 宋富安一见顽固 又怎能敌过眼前两人 还没等摸到房门 就被彻底制服余地 被绑得结结实实 在南动得了半分 直到此时 裴烟才从昏暗走出 他手中捧着一杯烈酒 冷眼盯着宋富安不发一言 宋富安心之不妙 立马想起连开口 谁之话还未出口 就被一名大汉捏开口唇 在南发出半点声音 眼看歹人嘴巴大开 裴烟再无任何迟疑 将烈酒猛灌进喉咙 宋富安双目远征 浑身颤抖 以为喝了要命的毒酒 心中悲戚无命休矣 就这样 他连惊带下 白眼一番 彻底的昏死了 过去 竟什么都不知道了 已过三更 江家灯火未熄 宋富安走后 江思柳始终未眠 几次于门缝中观望对面 都没发现什么动静 江思柳其实是个苦命人 十岁时父母双亡 由姨妈蒋氏抚养长大 蒋氏生有四女一子 女儿们相继出嫁 只留幼子许洛中陪伴其下 江思柳和许洛中年纪相仿 可谓青梅竹马 两人怎能不生出情愫想法 于是 在二人都只十四五岁时 许洛中就在村南投的包谷地里 犀利糊涂要了江思柳的身子 此后数年 两人时常被人欢好 终不慎被蒋氏发现 蒋氏看着江思柳长大 身知外甥女的人品性情 江思柳身子过于妖艳 更是离不开男人的性情 唯恐自己儿子降棄不住 然而 这两人早将生米煮成了熟饭 蒋氏也只能硬起头皮 狠心定下了这门亲事 十八岁那年 江思柳正式嫁给许洛中 此后 两人再不用偷偷寻欢 开始眉睫制的榴莲床榻 白日不休 夜夜相产 滥行起云雨之事 如此又过三年 或是终于不期而至 蒋氏非但没能见到孙子 就连唯一儿子也到陪进去 许洛中纵欲无度 逐渐受成了人干 最后竟然死在了床上 丧礼时 江思柳苏一一身 惹人生怜 哭嚎成了泪人 可丧期刚过 他立马走出丧夫阴影 看起来愈发艳光勾人 蒋氏的担心并非多于 江思柳皮囊妖媚 性子风流 如花朵一般招风影蝶 很快就在枕边聚起一群浪荡男子 而宋富安就是罪卧绰那个 不知不觉间 江思柳等得眷了 他退去外衣 拥求一枕 似睡飞睡 烛光照在身子上 竟将屋里映得更加妩媚相艳 咚咚咚 一阵寇门声若有若无 江思柳睁开媚眼 起身下床 偏然行至房门处 一边洛霜开锁 一边口中娇声道 好你个死鬼 此时方知回来 门只开了一半 就突然被蛮力冲开 江思柳错愕心惊 门外竟不是酒后的宋富安 而是两名不识的精壮汉子 原来月银 黎树沟彻底陷入昏暗 一声惨叫滑破祥和宁静 止于虚语之间 就彻底消逆在夜中 匆忙的无人能听得见 黎树沟闹出人命 厅长不敢耽搁 火速上报到县衙 县太爷闻讯大惊 连忙聚其武作衙役 清至现场查验凶乱 江思柳死了 死得蹊跷惨烈 石身被利人插穿 胸前模糊一团 地上净红了大片 尸体诡异的左手抓把剪刀 右手紧握男人一根发辫 脸上满是惊慌和恐惧的神色 清朝时 辫子象征男子的荣耀 轻易不能丢失损毁 只有偷欢背擒的浪挡子 才会被剪下辫子作为惩戒 县太爷由此推断 认为案情清楚不过 江思柳斜肩不从 何歹徒纠缠搏斗 趁乱剪下辫子 魏正 最终不敌力拒不知 惨死在了历刃之下 于是 牙役四处张贴布告 开始追踪嫌犯下落 重点排查没有辫子的轻壮男人 布告贴出末几天 便有一仆一打扮的老头寻到衙门 起见老爷禀报要事 乃役不敢耽搁 将老头领至后堂 县太爷正正金端座 虽开口问其是何人 又有何事相报 原来 这老头正是宋富安的家仆 宋富安龌龊好色 出身却很富贵 家里出过近视 但父母早亡 家中无人管教 竟成了个吃喝嫖赌的浪荡蛮库 江思柳出事那天 正是老头门房指诉 五更十分 他正睡意上涌 迷糊间听见有人扣门 老头起身开门 朝外细看 立时背下了一跳 宋富安呆站门外 鼻青脸肿 失魂落魄 那跟油光发亮的辫子 也不知背和人齐根剪断 老头来不及惊讶 连忙将少爷扶了进门 这才出声问道 少爷 您这是 辫子怎么没了 宋富安没有搭话 直瞪瞪的看着老扑 一边指着喉咙 呵呵怪叫 一边可怜巴巴的哗哗流泪 这下 老头终于看明白了 自家少爷不知何故 不但挨了狠揍 丢了金贵的辫子 还彻底成了有口难言的哑巴 大概又与哪家的女人有关 老头如是的认为 宋富安绝没想到 裴嫣这样的柔弱女子 怎会布下如此狠觉圈套 他痛恨自己的愚蠢 美色迷了心窍 才会落得如此下场 然而 正当这浪当子还在失魂落魄 懊悔地摸索着井边断辫时 不知所踪的另一节辫子 却已缠到江思柳的石身上 并成为命案最有力的证据 而捕快也早在抓捕凶手的路上 县太爷正苦于拘不到凶手 听老头禀告后立刻大喜 连忙点齐牙役不快 杀气腾腾直奔宋家宅邸 宋富安正于房中伤神 突见数名差役闯进院中 凶神恶煞般扑向自己 浪荡蓝裤面如死灰 历时吓得呆立当场 牙役没施展手段 不费吹灰之力 便将吓傻的宋富安 居住 拉了便朝衙门而去 抓到了真凶 现太爷立刻声唐断 宋富安哑了嗓子 实在有口难辩 无奈只好不停地磕头 现太爷见此光景 以为凶犯刁钻狡猾 想要装容作衙 以此方式抗罪脱身 心念几次 现太爷煞时造反 伸手拍响金堂木 力声喝道 来人哪 凶犯装容作衙 想要抗罪脱身 还不给我大行伺候 言毕便有两名差役上前 驾起宋富安便脱江门去 重重打了一顿大板 宋富安娇声惯羊 岂能吃得痛楚 板子打完 人已皮开肉绽 痛得狼狈不堪 甚至想哀好几声 都没了力气 只浮于地上瑟瑟发抖 宋富安疼痛难忍 心下恐惧更甚 现太爷见其嘴硬 受刑也未发一言 虽又命三班牙役 付托至大唐之前 要好好再与其较量一番 宋富安又被嫁回唐前 依旧未发一言 现太爷见此更加气恼烦躁 高声喝道 宋富安 你携奸江丝柳不得 撕打中被捡去辫子 恼羞成怒 痛下杀手 这才要了江丝柳性命 是也不是 宋富安有一肚子话想说 却苦于说不出口 心中惶恐到了极点 他抬头瞅瞅面目不善的现太爷 又看看堂上森寒逼人的各色刑具 顿时万念俱灰 一阵头晕目眩 竟又昏死过去 人犯受刑昏迷 现太爷更加造反 他不愿再耗心血 于是眼珠一转 朝自家师爷使上了眼色 这师爷心思通透 善于揣摩心思 岂会不懂县老爷的意思 于是 师爷洋装布绝宋富安昏迷 高声在堂前数落起罪状 师爷这边刚一念完 那边就有一玲珑牙役 上前接过宋富安口供 又转身抓起昏迷凶犯的手指 沾了鲜红印泥 白纸黑字印了上去 就这样 宋富安罪名作识 在昏迷中便丢掉了小命 案件层层上报 由于证据确凿 很快予以披护 杀人犯罪有应得 背叛了个斩力爵 行刑这天 罚场里三层外三层 围了个水泄不通 甚至在对面酒楼里 都有不少人在把酒关刑 二楼的角落中 正对桌坐着妇女二人 老妇点了菜 孤了酒 边吃边喝 不时抬头探看着刑场动静 而女儿却一直待坐桌边 面色表情变幻不定 却不曾动过劲前挽筷 父亲见了 知道女儿良善不仁 便开口劝道以恶制恶 恶有恶报 欢欣吧 女儿文言点头 脸上也终于决绝起来 法场上人声呼起 宋富安人头落地 妇女二人见死 抛下杯碟菜品 转身出了酒楼 很快消失在了人群里 往后余生 裴烟与温秀才一辈子恩爱 夫妻相近如宾 白手不离 先后育有十余子女 八十五岁时 裴烟重病不育 眼看已至弥留之际 她先是命人封了门窗 又借故支开所有儿女 这才用尽最后的力气 将一直伸埋的往事 亲口讲给了丈夫听 此后不久 山间便多了新坟 坟头起得不高 风吹雨淋 七处而渺小 好在 坟边不远结了草庐 依微倚靠 像及了一对厮守的夫妻 草庐结的寒酸 只有一桌一椅 和独居的蝶帽老人 老人颁摆满病 身骨病弱 可不管风雨 每日都要去坟前逗留 与心中那人诉说片刻 如此又过了一年 庐中落了灰尘 终是空无一人了 人间再无裴娘子 也从此少了温秀才 但坟前诉说的话语 仍还在谷中飘荡徘徊 带着无比的疼惜和恋爱 你呀 实在太傻 因何独单那么多年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将为您分享更多 您喜欢的内容